请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峰正先生提出第六题 首先请教马先生 司法独立早已是全民对司法的共同的要求 法官的政治中立当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相信您也同意这一点 上星期有几位退休的大法官公开支持您竞选年任 引起继承法官的不满 司法院开会之后也发表声明不表赞同 请问您对这件事情看法如何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教三位 第一位请教蔡女士 您主张总统应该亲自领导司法改革 请问您具体的做法会是如何 可以说明清楚吗 第二个我想请教马先生 许多民众不认同您执政三年多年以来的司法改革成绩 认为说通过了也许漂亮的法案名称 像法官法 诉审法 但是欠缺实质的改革成效 您强调不干预司法 到底您对于制度性的改革 您的做法会是如何 时辰又是如何 最后一位我们想请教宋先生 您认为作为一位总统 如何进行司法改革 那具体的做法是如何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我想台湾谁的民主化 我们的司法的价值观 其实应该要改变了 在威权体制时代 我们重视的是发现真实 牺牲当事人的司法人权 在今天民主的社会 重要的是当事人的司法人权 在我们今天普遍的法官缺乏司法人权的认知 跟我们的整个体的法律制度的设计里面 都充斥的侵犯当事人人权 或者是当事人的司法人权 保障不足的地方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要司法改革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一般的民众 对司法的信赖度不高 对司法也觉得不可亲 觉得司法是太遥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 而且是非常庞杂的问题的整体面 必须要处理的事情 这必须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展现他的意志力 而且要把他的价值观说清楚 这个价值观 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重视的是司法人权 那么这种这么重大的改革 必须要由总统自己来带领 所以我一定会召开 由大家全体参与 包括人民参与的司法改革会 让人民的意见 来影响我们的司法体系 之后我也会协调五院 就我们制度上 人员培训的问题 还有很多我们在 这个改革的过程 所需要做的问题 做跨院的协调 谢谢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我是第一个提出来 对于司法改革 不是只有司法院 一个院可以达成的目标 非常谢谢刚刚 蔡主席已经开始回应了 那就是必须五院一起共同 来推动司法改革 每一个院都有它 在这个方面的角色 比如说考试院 对于法官的任用 和考取的资格 和相关这些条件 应该要做些什么调整 监察院对于那些 不当的检调的这些人员 所产生的副作用 他所应该要扮演什么角色 立法院对于现在的这些 不适当的这些法律 而形成很多 对于人民不公平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负什么责任 而行政院更重要的 不只对于调检察官 而且他对于这些相关的法案 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 那当然司法院本身就应该 要扮演更严肃的角色 就是说我们的法官 他的责服率 他的维持率 他的这一些法院的相关的 这个人力的配备等等 所以总统必须要站在那个高度 我会这个当选之后 召开国事会议 要求我们大家共同来进行 重大的司法改革 形成朝野之间的共识 比如说对于现在最推动的 到底应该是参审制 还是这个官审制等等 应该凝聚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首先谢谢冯正兄的提醒 有关退休大法官参加 复选活动的事 我们会检讨 并且会改进 避免类似事件的在发生 其次关于司法改革 我跟您的看法 有的相同 有的不同 制度面的改革固然重要 我觉得实物面的改革更重要 民众对于一些制度 真的他搞不清楚 但是他对于司法官的风气 这个司法的效率 跟裁判的品质 他是有感受的 所以这三个地方的改革 我觉得跟制度面的改革 恐怕都必须要兼筹兵故 那么在我们任内 推动了速审法 推动了法官法 成立了廉政署 也修改了一些速摊的法规 同时在刚刚讲到那几个部门 强力的速摊 然后要求准时开庭 同时也开始透过司法院 对于裁判品质能够加强 我个人从不干预司法个案 但是对于司法的制度 我当然会来推动 但是不一定要每一次上任 就开一个全国司法会议 我不觉得那个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司法的努力 从民众有感受 民众的合理期待开始 我觉得恐怕是更有效的办法 而这一点 我觉得我这一任 尤其在一些看起来是小事 但是对民众权益影响很大的事 我做了不少 我想这方面 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谢谢您的指教 谢谢您的指教